每年的风雨季,澳门有机会出现穷风暴雨的天气 甚至受到台风吹击,对市面状况造成影响 如出现严重水浸的情况,就可能产生大量垃圾 影响环境卫生 因此,市政处业制定一列的措施 应对台风天气可能会出现的环境卫生问题 为避免大量垃圾堆积在街道上 并减低CSR,在短时间内要收集及清运大量垃圾的压力 市民应优先气质生活垃圾 市民在气质前,必须将垃圾妥善包集好 气质在公共垃圾收集设施内 在垃圾收集高峰过后,才气质非生活垃圾 在台风过后,政府将全力支援受影响的市民 期望透过市民的积极配合,提升善后工作的效率 共同合力,让市容得以尽快恢复 我们是我家,齐来清吉他